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 我们要把这十个字抓到 变成自己的心 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里面 应酬里头 除世待人介物 我们用真心 什么叫真诚心 古德教给我们 一念不生是为真 真诚心里头 没有念头啊 这佛经上讲的很多 真心理念 换一句话说 有念头 念头是妄想 不是真心 如果诸位真正发 这个无种心 除世待人介物 一切众生没有不尊敬你 没有不欢迎你 没有不爱护你 我们今天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 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 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反省 反省就是开始觉悟 发现自己过时 立刻就痛改啊 改正自己的过时 这叫真修行 这叫真修行 修行 你每天念那么多佛号 刻那么多大头 如果除世待人介物 不能够落实 你的佛是白修了 你的成就很有限 佛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对个人的行持 最基本的十善业 所有一切宗教 教化众生呢 都是以十善业为第一条啊 十善业你看看 要选择不伤害众生 不杀生 不伤害众生 不要众生呢 因我而起烦恼 我就对不起这个众生 要常常想到 你看佛陀教给我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 那众生看到我不喜欢呢 不喜欢我躲避他 我看到他我回避他 他欢喜了 这是佛教教我们的 众生不欢喜我们 我们要反省 祖宗告诉我们 行由不得反求助己 他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反省 我态度有没有较慢 如果觉得有较慢 我应当谦卑 我对他有没有不尊重 我对他有没有不关怀 这就去思考啊 把毛病找出来 改过来啊 比如讲道解 当然你不能偷人的东西 道教不预取 这个东西有主人的 主人没有同意 你拿来了 或者是你把它移动了位置 那主人来找不到了 这个都是属于道解的范围 更为戏的呢 你还有占便宜的念头 占别人的便宜 占社会公众的便宜 占国家的便宜 国家的税收入 希望少交一点税 现在说 走法律的漏洞 尽可能的少交税 这个念头就是道解 不论你有没有行为啊 你有种念头要道解 世增在无量手机 一开端 就交给我们三叶清净 三叶呢 他特别把口叶放在前面 他不是生于意 他就与生意 一开口 佛就说了 善乎口叶 不及他过 善乎生意 不舍律意 善乎意 清净无然 你看看佛都说 这三双做的圆满 就叫成佛了 所以十善业呢 促学佛从这里下手 成佛这个十善圆满 我们怎么能够疏忽呢 有几个人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齐心动念 用这个来对照对照 我有没有违反十善业 这个叫做根本修 我们自己也常常想想 我无界十善 语音不约满 我有没有世俗的烦恼习气 同常讲的 贪心 称心 好胜心 嫉妒心 有没有 如果还是有 修行 从这里修 从这里下功夫啊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跟社会大众 接触之处 接触那些人物 超过我的 我有没有嫉妒 接触不如我的 我有没有情慢 有没有瞧不起他 你要不在这些境界里头 你修什么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那是道场啊 那是我们用功的所在啊 一切众生对我有恩啊 我离开一切众生 我到哪里修 到哪里成就 我的愿也是空的 行也是空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工作里头 在厨师待人节目 你要会修 统统是道场 这个就是经上讲的 一切皆修啊 齐心动念 也与造则都在修啊 日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检点自己 实际上 早晚刻是什么意思 早刻无非是提醒自己 今天一天 要依教奉行 不忘记佛陀的教会 晚刻是凡行 佛菩萨教导我 我今天做到了多少 还有哪些没做到 你要是天天反省 天天改过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凡胜就在用心不一样 表现在行持上没有两样 用心不相同 一个用真心 一个是用虚妄体 一三三 这是一样存心 不贪 不成 不吃 对于事出事件法 都不贪啊 贪图佛法也错了 一有贪成吃 心就被污染了 你的心就不清净了 不清净就不真诚 不清净就不平等 所有都失掉了 真诚 清净 平等 证据 慈悲 都没有了 这五句十个字 每一个字里面 圆圆满满 还是其他四句 八个字在里头 一有 一切都有 一条没有 通通都没有 这个道理要懂啊 花言经历都常讲 一切一切 一切 一度不二 要认真去修十善业 以十善业 自己 欲俗自己 所以自略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与他相应 这就是圆满的法法 豆乳 basin 哦 优优独播剧场 dominated